好,我們來到Port Mark的表演,有海洋堂比較不可憐的 不過看到他們其實是近磅的,如果是他們的風格呢 對,因為始終是比較藝術一點,配合表演的 其實他們不太主流,不可以編風,做一些動物 你會編藝術一點,他們的風格不是主要的 他們有拿拉桑的產品,但也有很多藝術品 這個Fairytale,類似愛麗斯網遊仙境 這個當年我也有收集過 說真的,當年這套是不好賣的 但其實你看到整套,你看到製作誠意 是,很漂亮的 有時市場是比較現實一點 而且有時也要看魂 你說這一行,有時有些人,或者有一班KOL 玩你的東西的,去幫你推的,你又會學 當年這些歷史的,其實也有興趣的 但現在我想就少了很多這些作品 但他們也曾經經過,很明顯就是當年的Welter Museum 那些軍事微型的產品 那些也很瘋狂 不過那些潮流就過了,我看他們也沒有擺出來 這些是有Q版的 那些是最近這十幾年出現的 這些已經Deform了 已經Deform了 已經是第二個Generation 有一陣子他們也很厲害的 出到差不多十九、二十彈、二十彈 其實真的很慶幸是還有海洋堂 因為他不出其實沒有人出的 是的,是的 其實我覺得他做的東西 不是很多人願意出一隻龜,但是這樣出的 跟我自己的喜好和出的都差不多 我不是專門去走偏封,而是覺得這些是好 不過有時真的做產品,或者做商品 其實有時也要實在一點 好啊,好啊 鷹鷹先,這個,這個,這個 是不是,阿加拉,是嗎 我現在看回看,其實都不吃虧了 阿基拉一向都是真的正的 我那天的製作質量都不差 真正 現在藍品都換句 其實當時的海洋堂棋器 就是跟核彈的潮流都很合適 但你發覺隨著人工一邊上漲 其實已經做不到 以前都說幾十元核彈,全部人手上飾 你知道當年很多人手上飾嗎 沒有辦法,其實以前的上飾全部都是內地的 那你中國整體的條件都不同了 是的,所以現在你發覺一到手作的產品就很貴 沒錯 因為他們都基本上有些傻乎比的系列 有,我記得他們又開始跟香港設計師合作了 是不是?好像是 好像是 我記得好像是 這些是北斗截拳 這些其實是挺漂亮的 但其實賣方面又是普普通 始終雕像在香港 即是香港 本身就算是日本也好 他們都不是說真的那麼瘋狂 我覺得他們比較先驅 有時候太先驅 沒有理由先行 你可以做到一個可能拿到好的地位 但是在市場上 是的 最重要是你能夠帶起潮流之後 你能夠享受到那個 是的,這個其實是困難的 那個成果是很困難的 因為我看到很多例子都是 帶起了先驅 但是他就做不住了 其他人就能吃到那個位置 其實這些成果是很困難的 有沒有情況 怎麼舉到禮呢? 譬如你說在潮流也好 服裝也好 就是很多 看一些日系的東西 這裡 這裡是他們最引谷的 力谷的 我自己非常欣賞 但是我也知道 不會太多人玩 對不起 真是 真是 那這些是騎士 所以他推出我就會支持 但是我自己就忍不住 對,忍不住 對,入十套 十套就不會 但是就支持 支持的支持 我等他推出其他款 那你也有些ACTION技巧 這個就有點像 Michael Mann 對 有點像 但是可能 以於是否是新系列來的呢? 對 S&M Reborn 好像是新系列 Nexus 這樣處理 2004年 我不是 這是非常舊的系列 非常舊的系列 他擺出來好像自己當 一個 一個 叫什麼 歷史展 記念展 對 對 其實 反而他們很有心思 來到 內地做展示 進出 進出 其實也對 因為 其實很多內地的市場 和朋友 剛剛才開始玩 對 對 那你給舊東西看 其實也有創作 這個很經典的 這集佛像 這集佛像 這集佛像是天王 真是美得爆 但是呢 其實價錢也是親民的 我記得 還有他因為不知道 是做得多 還是制銷 就很多剩 那你都買得很便宜 這套我也很記得 這套是 那時候也很厲害 這套反而真的不記得 又有出過這麼多東西 很漂亮 我看回現在 吊屍 叫什麼都看回牌 如果現在出版 又不同那件事了 你和剛才我們看到的 好像有些很接近的東西 這套我當然也有留意過 對了 魚獅之角度 竹菇龍之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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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絕對是 竹菇龍之角 如果他繼續做 最後有沒有作品 他現在不會的 現在做 監修 監修 監製 那些角色 這個也是這幾個神 日本的雷神 雷神 風神 他原本做的 後面那個 通風 通風的效果 其實做得很好 這些還是用手 對 賭產品也是這樣 其實 這是竹菇龍之角 但是 賣又真的 真的不敢說 怎麼說 可緩性 你放在家裡 好像差一點 但如果你說欣賞角度 就很悶 但是你看這些 竹菇龍真的走得很鮮 十年前做了這些事情 現在內地很多設計師 都是走回中國風 但是在混合 但是他們吃到的位置 始終 有時候講運氣 有時候講運氣 這些 哇 他做得很鮮河 對 然後就是 這些 真的很喜歡 真的走得很鮮 真的 很少可以見到 Brian這麼著弱 是啊 但是 唉 自己想出 不過有時候也是發覺 自己想出一件事 真的賣賣都 不試過 不知道的 很多事情 不試過了 真的 沒知道是很慘痛的 但是 還是要上課了 所以他們也出了很多 拉伸東西 是啊 其實有一個就是 新世紀方的電視 很多 其實我覺得他的處理 都做得很好 做得好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 好像也是 你始終你亞洲玩家玩的 那些 不是 不是外形上的追求 那麼簡單 其實日本他 真的 但是我覺得他其實很適合 日本的市場 不過可能現在我真的經常都說 日本的市場 稍稍下話都很重要 當然 他 老實說 經濟衰退了這麼多年 是啊 是吧 你有時候的事情你沒得說 你一到經濟衰退 你自己國內 而你的事情是這麼自己國民向 你是很難搞的 你要發大 你就要看大整個世界 這樣看 在這裡 生下聖狗的Batman 我覺得是 嘆為觀止 真的 是一個都很出名的 圓形製作師 他有自己的風格 還有 你看看 有點像龍虎門 但是龍虎門得靈 你看到 他處理那些關節 拆件那些東西 都很細心 都很細心 很細心的 其實 我經常都說 你用膠件做布 是很難做得 不好看的 但是呢 你看到他的心思 如何去玩出來 嘩 這樣就好看 好看 看他的技術 但是 你可能一般人仍然覺得 為何會布你做一塊硬膠給我 但是 我們就懂得看他 嘩 很辛苦 做過設計 或者做過在背後製作的 就會很理解這些 咦 走完了 我們已經不驚不驚了 好了 希望海洋堂 繼續為大家 帶一些好新的東西給大家 沒錯